在西夏境内 每一次分别 或许就是用别 齐斋杀袁浩 不是为了报私仇 那还能为什么 防天下战乱 保大宋未来安宁 你帮我问问 他们背后的指使是谁 人能聚变的时候 人能聚变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抉择 你是觉得七斋之中 有人归水西夏 少年人 只懂热血 如果有一日 你走到绝路 你会后悔今日所选 若到绝路 只能咬牙前行 哪有时间后悔 我就不明白了 这意义在哪儿 七斋所行之事 所求之心 无非不愧于人 无畏于天 此生已投大损 自当力血扣心 来世再入罚下来 九死 而无悔 七斋众人 牵死心 我许有一天聊 心下都将鬼与大宗 路由我那一天都不叫大宗 但是华夏永远都在啊 我许有一天聊